游戏怪谈之 辐射避难所 我是专家 你知不知道 辐射避难所这款生存游戏 背后有太多细思极恐的设定 辐射避难所 是由辐射系列延伸的作品 故事讲述了未来世界被辐射污染 一家名为 避难所科技的公司 建造了122间避难所 而背后的真相却是 避难所科技 正是导致辐射污染的罪魁祸首 那所谓的122间避难所 仅有17间是正常的 其余的全部都作为实验所用 结合系列作品我们可以得知 例如69号避难所里 有1000个居民 却仅有一名是男性 而68号则相反 1000个居民仅有一名女性 112号避难所的居民 则全部躺在维持生命循环的躺椅上 思想存在于虚底世界中 13号避难所 为了测试孤独将会关闭200年 92号避难所里住的 全部都是音乐家 用来测试白噪音的影响 77号避难所 只有一个人和一箱玩偶 111号避难所 是一个巨大的冰冻仓 114号避难所 由一名弱智担任管理者 各种奇葩的避难所设定还有很多 而玩家所扮演的管理员 其实就是观察居民的监督者 随着游戏的进程 更多引人深思的内容慢慢的浮现